155斤胯宽腿粗 夏季不露腿长裙合集 首先是这条气质姐姐风的连衣裙 这条裙子它其实是绿色的 但是我手机怎么都拍不出来 现实中看这一套是真的很淡呀 比较有质感 腰线中间做的是像上收的版型 正面看更显比例 侧面呢也不显肚子 袖子只有一层薄薄的纱 所以哪怕是气氛袖 夏天穿也不会闷热 而且还很藏肉 这一件我觉得就很适合 25岁往上的精致小姐姐 报告 我好像看到迪士尼公主逃出来了 就这条宫廷风的小白裙 真的很适合穿去游乐园 它的泡泡袖 V字腰 还有这个大裙摆 太有氛围感了 裙子的面料 包括扣子 全都是做的刺绣的激励感 很重工 而且白色里面很加了内衬 不会容易偷 感觉这条小裙子订婚 领阵穿也很合适 这一条裙子 它就有点像是那种 迷面型的港风复古大美人的感觉 就很适合那种浓年系的美女 涂个大红唇去穿 超有音味 没想到裙子上这个大红花 穿上竟然没有很俗 肩带做的是这种小肥秀的款式 有松紧弹力 但是不能调节 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的准备 可以试一下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哟 这条小裙子的花花配色 真的好适合春夏 有一种把果汁软糖 穿在身上的即适感 裙子的版型比较宽松 腰后面有一个膝带 但我还是觉得不够显腰身 感觉腰身这一块的问题 好像是他家裙子的通病 因为这一款是长袖嘛 所以夏天还是会有一丢丢的热 室内穿就还好 另外就是这条裙子到手 它的颜色会比视频中暗淡一点 没有这么鲜艳 这一套前几天我在播播的时候 有很多姐妹喜欢 它是一个挂博裙和照衫的两件套 吊带裙的背后有加防花条 所以不容易掉 照衫也是一个宽松加受腰的版型 很藏肉 面料也很轻薄 夏天穿不会闷热 既可以当防晒衫 也可以当空调衫穿 主要是这个绿色做的很特别 是那种低饱和度的绿 有一点玉石的感觉 穿上身我觉得还是挺慵懒舒适的 很适合上班通行去穿 接下来再看一条田园风的小蛋糕裙 它这个袖子虽然短小 但是还挺修饰胳膊和肩膀的 裙子腰部这一块的版型还挺显腰身 后背做的是松紧打揽设计 整个裙子的包容度还是挺大的 底下的蛋糕裙白也不显快 反而还增添了一丝公主感 不过这个面料会有一些易皱 建议的姐妹就谨慎选择啦 最后这一套上身 我感觉会有一点舒卷气 还挺适合教师小姐姐去穿 面料上有条纹的激励感 门巾的扣子也都是可解开的 不过扣眼处的细节处理一般 整体的上身生活 我觉得还是很显瘦的